大家好,我是曹花蓮,感谢点开这支影片的你 我的背景不一样了,有没有看到?超开心的 但是我还在台湾呢,哈哈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捷运大恩站附近一家很特别的旅馆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就是住一个晚上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呢? 还有这家旅馆的介绍,如果我有拍得出来的话,我就会把它放上来 如果拍得出来的话 好,那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自愿失业,然后在等待入境日本的状态嘛 所以我就是三不五时就会上那个留学生的LINE群组 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取暖,或者是我也会上推特 或是看一下其他国外的那个日本留学生那么的发文 然后就发现其实就是大家不是有少部分就是在敢办新的那个流程 然后绝大多数就是还在苦苦的等待当中 这段期间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状况 那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承受了各种的压力 加上现在又是特别容易伤感的秋天 所以越是这种时候啊,那其实对于自己情绪的处理 我觉得就是越发的重要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就是负面情绪的觉察还有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先说喔,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针对这一次那个留学生入境放宽的那个政策 我其实是经历过一顿大爆哭 就是在知道详细规定的当天啦 其实情绪是比较激动的这样 但是我很快在那之后的两天 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悲伤五阶段走完 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处理完 相对是我情绪上已经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了这样 但是如果现在在看这一支影片的你 那你可能会最近老是觉得说好像很害怕天亮 你想到天亮你就会觉得我这么对劲好像睡不着觉 那或者是你一睁开眼就很想哭 那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办不到 然后很笨喔,然后好一无是处喔 或者是说你最近可能无时无刻你都必须要深呼吸 然后才能去做某一件事情或是跟某一个人说话 那或者是说你突然就是没来由的 你就算觉得很心慌的话 如果你有以上状况的话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事情 可能对你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喔 其实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那么那一段时间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细节就调薄 因为太长了 那简单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上面的压力 然后还有公司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内斗的状况 然后还有从主管那边来的一些刁难吗 跟这些是有关系的这样子 导致我那一年某一年 就是一年之中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都是处于那样子一个非常不安定的一个状态 甚至我其实是有过不太好的念头 很快就被我自己打消了 可是那些念头确实的 确实他们是出现过几次的 那其实在当时在前半年 我都很努力用我自己一贯的那种方式去处理那些负面情绪 我用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悲伤五阶段 大家有听过悲伤五阶段吗 这个是美国一个就是精神科医师伊丽莎白他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人啊在面对伤痛的时候 情绪会分成五个渐进式的阶段 就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止丧、最后是接受 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悲伤五阶段的详细内容放在资讯栏 或是大家直接上网搜索也都有很多资料可以看 那本身因为我是理解了那个悲伤五阶段的内容 所以在每一次负面情绪就是跑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会尽可能就是尽可能会把自己导向最后一个阶段 你要去理解每一个阶段的意义啊 所以我就是会尽可能把自己导向最后一个阶段 然后时间尽可能不要拖得太长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找朋友或是同事倾诉 跟同事一起骂主管、骂客户、骂老板 真的是超爽的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想这应该是每个上班族都是内建的一个功能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哈 那基本上经历我刚刚讲的上述这两个步骤之后呢 基本上我都是可以还蛮成功的从负面情绪里面脱身的 但是直到有一天就是很突然的 我就是发现了我突然发现 突然熊熊发现说 诶 诶怎么没用啊 我已经就是前面那两个方法我都已经做过了 甚至我做了不止一次了 我怎么还没有到达最后一个阶段啊 拖得有点久了哦 这样 就是我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 我整个人好像只剩下负面情绪嘛 那当我很明确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 我当下其实很惊恐 然后很慌张很恐慌的那种 我在想我是不是生病啊 就是 就是那个 忧郁症 我在想我是不是忧郁症啊 我超害怕的耶 但是后来我有冷静下来 就是 上网看了一些资料 因为网路上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 就是 评分表吗 用打勾的那种 就是简单 看看你有没有 柔育症什么 那样子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 去看了 然后 后来我就 大概判断一下 经由那些资料判断一下 其实 我应该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 但是 但是我的情绪出现了问题 这个是很确定的 所以 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它 对 那我那个时候脑袋里面 非常多想法 很乱 那个时候 想法超乱的 所以也是挣扎了好几天 吧 最后我很确定的就是说 那我既然我自己 已经处理不了 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需要 专专业人士的帮助 所以我那时候就预约了心理资商 虽然很贵 但我就还是你知道 硬的头顶要预约下去 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接触心理资商 那我一共去了三次 在两到三个月之间我去了 我去了三次 这样子 嗯 资商的那个完整的内容 讲起来真的是太长了 所以我以前以下我就是想要分享 几个我自己在资商的过程中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这样子 那第一个 就是我在第一次资商的时候啊 嗯 当时资商是还没有来 然后我是自己就是 坐在那个 诊所他们准备的 一个谈话的那个房间 就是很温馨的小房间 的沙发上面 就是等嘛 然后等待的时候 我就是看镜子 我就是那边整理一容这样子 然后我甚至就是有留意一下自己 的坐姿 嗯 有没有做短正 然后表情 有没有微笑 这样子 其实我事后是在回想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 我当下 也许我下意识的 我是 我还是不希望自己是 有问题的那个人 大家懂那个感觉吗 就是 我虽然已经来找资商师了 但是 我 多少还是 有点抗拒 就是很 有点抗拒说 然后我自己可能 有问题 这件事情 尽管我来到资商诊所 那我还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是 比较神采的 意义 然后 比较端庄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但是 那个所谓的神采的意义 然后比较端庄的状态 在开始进行资商之后 在开始进行资商之后 然後我整個人就裂開 第二個印象很深刻的點是 後來我開始很緩慢的 在敘述自己很長一陣子以來的狀況的時候 我就開始掉眼淚了 而且是瞬間氣不成聲的那種喔 我那個時候因為要放鬆 所以我是抱著抱著的 然後閉著眼睛 我那時候閉著眼睛講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眼睛閉著 但是眼淚就是還是一直不停的流 然後還有很多的鼻涕 因為已經是哭到不行 很多鼻涕 那個鼻涕多到就是已經堵住我的鼻子了 所以我必須要用嘴巴呼吸的那種 超噁的 那最可怕的是 只當是他要我去想 他要我去想 那個造成我心裡嚴重負擔的那件事情 的那個人 這很痛苦欸 我那時候聽到那個要求的時候 這真的很痛苦 因為那個原因 那個人 他就是我很想逃避的 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啊 但是智商師居然要我把他浮現在腦海裡 所以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一度我是有拒絕他的 我說我真的不想要看到他 但是智商師那個時候就是一直安慰我 他就告訴我說 你現在很安全 你不要害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 他就我在你的旁邊 他那時候是坐在我的左手邊的 所以他是用他的右手 然後就是這樣輕輕握著我的左手 這樣告訴我的 叫我不要害怕 那接下來發生的是 我自己真的是 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